没有了我给你再调什么呀 我不会跟你谈 我住我自己的房子 我踏实我再也尽方便 这位提起火爆的阿姨 拒绝征收房子的条件 要知道这比征收补偿款 将近一千万 阿姨也不是什么富贵人家 每个月还在领低保 她的举动实在是令人费解 被征收的房子位于北京市朝阳区 征收用地的意图 是要拆除老小区 建造一个比较大型的教育院校 透过了解附近居民的意愿 大家都表示太需要这所比较大型的好中学了 内人费解的是 交破就老小区征收 换给他们两套房和巨额补偿款 征收工作三年过去了 仍有九户居民拒绝征收 拿到给的条件 用货心还不大吗 丁字户蔡女士表达了看法 她现在的房子属于商品房 是有大红本的 而吃坏给她的房子 竟然是挨派农民少龙的挨制房 极有可能没有房产证 连交易都成问题 确实房屋性质变差了 换谁都不会同意的 征收办公职人员做了解释 征收房子给出的条件 是给这些居民置坏两套房子 一套是新小区 一套是旧一点的小区 这两套都是会下发房产证的 有70年的大产权 并且拿到房产证五年后 就可以交易 是和商品房一样的性质 并且为了让蔡女士他们放心 公职人员特意进来了 这两个小区住户的房产证 坐蔡女士一旁的孙女士不乐意 她的丈夫长期卧病在床 需要照顾 住的地方一定要离医院近 新小区的房子距离就还好 旧小区的房子离医院太远了 蔡女士连身附和 确实不方便 公职人员随即提出摆驳 各位方不方便 看地图就一目了然了 离旧小区近的医院有点处 分配的拆弃挨置房所在区域 离这两所医院都很近 最近的一所 走路一分钟就能到 并且记者采访过这个小区的居民 他们都表示生活便利 小区环境也很好 面对公职人员的那些解释 两位女士显得有些不难烦 也不管完摸脚 直接表示了他们的诉求 给两套房子让他们同意拆迁 可以 但是这两套必须都是新小区的 旧小区就是不要 公职人员表示无奈 对待每位拆迁户 都有严格的分配要求 不能对你特殊对待呀 况且新小区所剩的房子只有九套 刚好九户居民一人一套 没有多的 此话一说 蔡女士孙女士瞬间火猫才涨 直接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没有房子你还和我聊什么 这不浪费时间吗 达不成夙愿 那就没得谈 没有了 你还启动这个企业干什么呀 那就别聊了 九媒丁子户拖了三年 全都不愿意拆迁 这块拆迁用地 又急需建设学校 丁子户们提出要求 给他们两套房子的补偿 不能是一新一旧的 必须全都是新小区 否则没得谈 拆迁办公职人员无可奈何 这些丁子户房屋的产权面积 都是70平以下的 上面有硬性要求 对于产权面积没过70平的 分配的房子必须是一新一旧 或者两套旧的也可以 因为新房只剩九套 变不出多的来 但有一个好处 拿完一新一旧两套房 拆迁户们还可以拿到 163万的补偿款 大概计算一下 两居士新房价格约385万元 两居士旧房价格约400万元 金额加在一起 总资产将高达948万元 这已经算是贴当的福利了 怎知两位女士面无表情 表示不接受这个方案 当然了 不要房子也可以 第二种方案就是拿钱 核算下来大概有497万 肯定郭凯金额 没有之前那么算划算 但去北京三怀边上 买一套好点的房子 是绰绰有余了 大妈结果一句话 把调解员整不会了 蔡女士此时又提出不满的点 她的房子自带10平米的小院 房本上没有计算进去 写的是52.9平 所以国家征收房子 也是按照52.9二征收的 足足让她亏了10平米的补偿款 公职人员一口咬顿 只认房本上写的 到处房子多穿10平米 国家也没问蔡女士多收钱啊 现在要征收了 怎么好意思把这10平米加进来呢 也看沟通无果 难道征收不了就算了吗 公职人员表示 如果迟迟没有签下协议 国家就会采取强制执行 因为法律有两个性质 一个是弹性 一个是刚性 弹性就是现在这样 双方写上一个都满意的法子 高兴的话 就是一定要征收整块地 强制让这些钉子户搬离 那到强制执行这一步 他们能拿到多少钱呢 北京市朝阳区的房屋征收 给到一新一旧两套房子 再加163万作为补偿 总价值约948万 将近千万的补偿用货 却没使这些钉子户动摇 如果走到强制执行的地步 给到这些钉子户的 只会有一套不少于现居住面积的住宅 再加上比163万多的补偿款 最后算下来的价值 肯定远没有948万多 所以趁着还能谈 就赶紧妥协了吧 不然只会追回莫及 孙女士此时 终于提出了她不可搬离的原因 她是低保护 现在住的房子 她还没有房产证 属于公租性质 老拜常年卧币在床 国家每个月会添补她老拜的 医疗靠付补助 低保费一个月有5000 每月的医疗补助有6000 一个月他们家就能有11000 如果此时她选择了拆迁 看野钱的利益是变好了 但从长远来看 这比每月11000的低保补助就没有了 孙大姐说着说着还流下了眼泪 她的生活确实挺不容易 小秋就很不理解 选择拆迁 公租房变成两套商品房 手里还有163万 存银行 做理财 都能有一笔不错的收入 房子选择一套出租出去 每个月又是一笔收入 孙大姐两个儿子都成年了 一个18岁 一个20岁 马上就能出去赚钱了 这比较怎么就算不明白呢 刚开始还在流眼泪 下一秒 孙女士态度大转变 表示她要为孩子考虑 不拆迁 说不定以后她两个孩子 还能申请连租房呢 除非本次调解 能为了她家长远考虑 再多给她一套指标房 也就是三套房 那她就同意拆迁 好家伙 调解越提越过分 这哪是调解啊 这就是变相台价 调解是指两方一点一点往中间靠 这下好了 他们还直接提高要求了 看来确实是没有台的必要了 最后调解结束 双方也没有达成共识 只能握了握手 以事友好 下次见面 估计就是乔治执行了 人要学会知足 国家看你困难 每个月提供生活补助 提供医疗补助 可现在国家需要你的住房用地了 给来一大笔补偿款 还有两套房子 怎么就不能多理解一下别人呢 最终九户丁子户 只有一户选择了签字 接受条件 只希望到时候乔治执行 他们到那个阶段 不要后悔吧 这就是乔治执行的 好